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 下個月開始出任廣播處長 接替提早半年解約的梁家榮 對於李百全沒有傳媒經驗 是否升任 雙經局局長邱騰華說 就算有經驗 亦不代表會一帆風順 譚曉彤報道 廣播處長梁家榮告別廣播到 一班同事送他離開 梁家榮2015年8月上任 任期原本8月才介滿 與政府雙方同意之後提早半年解約 多謝各位同事 請繼續支持香港見頭 他向港台同事發離別感言 說過去5年半在港台的時間不可望滅 他非常感恩 表示寵慾無驚 意思是將得失自知到外 又說去留無疑 也無風雨也無情 下個月1日起接替梁家榮的 是現年53歲的李百全 他1990年加入政府政務職系 曾經在多個部門工作 地面可能有兩個垃圾 2003至2005年出任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之後轉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做首席助理秘書長 曾任權作特首的時候 李百全2006至2009年 是他的副司人秘書 13年出任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17年7月升職 當民政事務局的副秘書長 新聞稿列出的履歷 沒有提到李百全有甚麼傳媒經驗 商經局說港台內部沒有合適的人選 於是找獵頭公司公開照評 列明要曾經任職廣播 或者傳媒範疇至少15年 政府收到41份申請 其中7個人有面試 但是都不適合 情況下我們也要考慮政府內部其他人選 新任的廣播處長是一個資深的政務官 亦具備了豐富的行政經驗及管理經驗 是一個適合帶領港台的人選 是不是有廣播經驗的就一帆封信 又或者是沒有廣播經驗的就不能夠執行約章賦予的權力呢 我相信只是各國的經驗 讓我們看到這個不是 有先電視記者談小同步到 有先電視記者談小同步到